又能够以此为媒介 顺藤摸瓜找到至高神 也是潜藏在背后的真正目的 小辉 你还记得刚刚那个鹤发童颜的家伙 对我们所说的话吗 真正的秘密 就藏在昆仑之巅至高神的意志背后 我想他囚禁这只母猫 借助他强大的帝王之血脉天赋 来吞噬亿万妖族众生的血脉 必定也和他背后那个至关重要的秘密有关 很可能 他是需要这股妖兽的血脉气息 要做一件事 或者是维持一个力量节节的封印之类 而想要弄清楚这一切的真相 或许这只母猫的本体 以及封印在这个地方的一切 就是我最好的筹码 徐扬说完 立刻探出一根手指 点一下自己的眉心 在极短的时间内 勾勒出了一个十分完整的梦境空间 在这梦境空间内部 小辉徐扬 以及眼前的这只猫 成为了唯一的血色 当然 还有这座血色城堡内部的一些装饰 只不过在这梦境内部 与之对应的是空间法则 以及至高神异覆盖之下 那成百上千道法则的轨迹 全都变成了有形无实的摆设 而在这梦境空间内 徐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要想办法寻找一个东西替代它 能够以同样的方式 为这只被囚禁母猫选择一个替代物 这样一来 既能够将母猫拯救出来 又不至于惊动这地方 封印所在的至高神意志的气息 就在徐扬嚼尽脑汁具体对策的时候 脑海当中那个沉睡了不知多久 见现云望迹的灵魂 突然传递出了一丝波动 阿阳 你难道忘记了吗 你的心海深处 还封印着生命古树这一存在 倘若是以它强大无比的生命气息源头 覆盖到同样能吞噬血脉气息的幻象 这样就能够完美替代 这只母猫被封印的本体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误 那么这所谓的至高神的封印 实际上是以周围一切的生命源头的波动 作为处罚条件的 也就是说 生命气息是唯一能够取代 这里浓郁血脉气息力量本源的模板 果然 见现云望迹的一番提点 立刻让徐扬有所顿悟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还是前辈你聪明啊 徐扬想到这儿 立刻打出了一道精神力 将星海深处 还属于沉睡状态的生命古树 召唤了出来 不多时 一道完整的生命古树图腾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阿阳阁下 召唤我出来有何吩咐呢 徐扬脸上的微笑并没有消失 而是毕恭毕敬地 对着眼前的生命古树抱了保全 毕竟他和生命古树之间的羁绊 并不是利用和被利用那样的关系 对方在对生命意义的看法上 达成了高度共鸣 可以说算是惺惺相惜了 这也是徐扬第一次开口 向生命古树请求帮助 生命古树没有任何推辞 二人进行了一番灵魂交流 生命古树清楚自己能够发挥的作用了 便微笑地轻轻点头 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 我只需要释放一道足够浓郁的生命幻想 就能够完美取代它 并且在双方进行转换的期间 我能够保证不惊动所谓至高神意志的气息 在这期间 我的这道幻想继续扮演着母猫能扮演的一切角色 血液之节仍旧能够维持原状 所有搜集到血液空间内部的 妖兽一族血脉气息 仍旧可以按照原来的力量体系进行流转 这样就能让整个计划天衣无缝 阿阳阁下 你也不需要对后续的一切麻烦有任何担忧 老朽自会处理得妥妥当当 直到血液之节彻底告一段落 我这道幻体也会幻化成一道浓郁的生命气息 守护住这一颗值得崇敬的月之星 听到生命古术这么一说 徐扬彻底放心了 我倒是觉得 老术前辈 你可以在这月之星当中生根发芽 以你的实力 即便释放出一道自己的生命幻体模板 仍旧可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释放生命力个体的本源 这样一来 相信过了几十万年 月之星能够孕育出 专属于自己的生命群体的老术 因为徐扬的话 再次获得了提点 他哈哈大笑地点了点头 这倒不是一个坏主意 既然是阿阳阁下的首肯 那老夫倒也愿意尝试一份 在这月之星当中释放出属于我的生命力本源 看看能够孕育出怎样的生命个体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实验啊 双方在这个话题上达成共识 生命古术不作犹豫 立刻释放出了一道幻体模板 并且朝着母猫被封印的方向迅速冲了过去 这老叔最强大的地方便在于 他释放出来的生命气息属于植物系最为浓郁的生命力 可以融合任何一种动物体内的生命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 他便和母猫被囚禁的本体完全融合 并且从中代替了母猫的生命力幻象 整个过程中 封印在母猫身体外围的至高神意志 以及其他著版法则轨迹都没有被惊动 这一场一花揭幕的惊天戏码 就在许阳和生命古术共同的努力之下 巧妙地完成了 很快那只母猫的本体 就这样轻飘飘地来到了许阳的面前 并且重新以人族的形态 幻化成了一只和小灰一般大小的母猫的样子 只是被封印的状态 乃是母猫最为纯粹的生命力精华 并没有完整的血肉作为外壳 也就是说 后续如果许阳想要这只母猫和身边的小灰一样 拥有完整的猫之肉身的话 许阳需要帮它找到一具合适的骸骨 才能够实现它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现在这只猫没有了自己的肉身外壳 我需要将它的生命力和你的肉身绑定在一起 待会儿可能有些疼 但你一定要忍住啊 这可是你未来的老婆 能不能接受得了这股力量 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许阳对小灰这般说着 小灰立刻波澜不惊地点头 放心吧老大 这可是你清点的姻缘 我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当然是谨遵主人的命令了 小灰自然能受着 但他却不清楚 专属于妖兽血脉当中的 仅有两种帝王血脉融为一体 究竟能够延伸出 怎样不可思议的力量形态 许阳也很好奇 亲手为二人进行生命力的融合 刚开始很顺利 只是当两个人的血脉 在真正融为一体的时候 确实发生了变故 怎么会这样 在真正融为一体中的血脉 在真正融为一体中的血脉 在真正融为一体中的血脉